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一个语法点是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关于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我们在讲解定义重句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过 定义重句有两大类 限定性定义重句和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但是呢当时我们只了解了一个大概 我们只知道前面有逗号的 这样的定义重句是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非限定性定义重句不能用BAT来引导 对不对 但是呢具体我们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什么时候用 同样们并不知道 而一个重句一个定义重句 它是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还是限定性定义重句 大家想对于我们的阅读会不会造成障碍 基本不会 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甭管它前面有没有逗号 它只要是一个定义重句 我们基本上就能看懂了 在单词你能保证的情况下 对不对 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写作关系可大了 一个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你把它写成了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这样就不合适 而一个限定性定义重句 你也不能把它写成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什么样的是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什么样的是限定性定义重句 用起来其实很简单 就跟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就跟以前的定义重句用起来差不多 只是你不要用that来引导就可以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 语法书上对限定性定义重句 和非限定性定义重句的解释 限定性定义重句 与先行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若去掉则先行词指代不明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定义重句去掉了 那么先行词指代的就不明 不知道指哪个了 整个句子不知所缘 而非限定性定义重句呢 仅仅对意义已经很明确的 先行词做补充说明 就是前面的先行词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你对它做一个补充说明 如果去掉对整个句子意义 没有明显的影响 通常用逗号跟主句分开 那么你看到这的时候 你会用限定性定义重句 非限定性定义重句吗 我想还是不会 所以接下来呢 我想用一种更简单的模式 来给大家讲 什么样的是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什么样的是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大家来看 现在有三幅画 分别有三个小宝宝 第一个小宝宝在哭 第二个小宝宝在打哈欠 第三个小宝宝在笑 哭这个词叫 cry 打哈欠这个词叫 yawn 笑这个词叫 smile 好 现在呢 我想说 我喜欢那个在打哈欠的小宝宝 我就喜欢中间这个在打哈欠的小宝宝 大家看 现在是有三个小宝宝 那么我如果说我喜欢在打哈欠的那个小宝宝 没有后面那个定义重句 who is yawning的话 你只想 你只说我喜欢那个小宝宝 你知不知道 我说的是哪个 不知道 对不对 我只说 I like the baby 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但是我加上后面 who is yawning you on打哈欠了 我加上who is yawning 你就知道我说的是 我喜欢这个在打哈欠的小宝宝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要用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因为你不用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我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是吧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再看 现在呢 只有一幅图 这幅图上就是有一个在打哈欠的小宝宝 我说 我喜欢那个在打哈欠的小宝宝 那么我没有后面那个定义重句 who is yawning 我说I like the baby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当然知道 因为就只有他一个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用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I like the baby 后面做一个补充说明 这个小宝宝在打哈欠 who is yawning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以后就是说 我们用到定义重句 但凡前面的先行词就只有这一个 你加不加定义重句 意思都已经很明确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但是呢 前面那个先行词 如果是很多个当中的一个 你不加定义重句 我们就不知道说谁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这样我想大家理解起来 应用起来要更容易一些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举例子看看 比如我说 北京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北京是我的故乡 咱们中文喜欢用并列句 其实英文我们用定义重句连在一起就可以 对不对 大家帮我想想看 这个定义重句我们是用限定性的 还是非限定性的 北京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叫北京的城市 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 对不对 那么 你用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了 因为你不加那个定义重句 大家照样知道你说的北京是哪 所以这个定义重句就是非限定性的 Beijing which is my hometown is a beautiful city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定义重句 大家看前面有一个逗号 这就是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不能用that来引导 需要用which 好 再来举个例子看看 我说 我要搬到墨尔本去了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 那么现在呢 后面我需要用一个定义重句 修饰一下墨尔本 which i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Australia 那现在 这个定义重句 你是用限定性的 还是非限定性的呢 跟上面这个很像 全世界叫墨尔本的城市 就只有那一个 所以我们仍然用的是 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因为你把这个定义重句去掉 我们照样知道墨尔本是哪 所以用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I will move to Melbourne which i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Australia 好了 这就是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所以大家以后 对于阅读的时候 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对我们来讲 造成的影响不大 就是自己在写作的时候 你首先要判断 什么时候用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其次呢 你要知道 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不能用that来引导 如果是who你就用which 如果是人你就用who或者是who来引导 前面要有一个逗号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关于非限定性定义重句 我就讲解到这里 我现在听不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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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